跨年假期不少民众选择出国 但今天新宇航空一架JX800 飞往东京成田机场的班机 因为2号引擎故障被迫延迟起飞 最后延误了三个多小时 中午12点14分才顺利起飞 机上总计229名乘客受到影响 也连带影响从东京返台的回程航班跟着延误 新宇航空发放了1500日元的餐券作为补偿 另外长荣航空一架也有一架班机 一度讯号异常误点了一小时 后机室满满人潮大家都在等飞机 1月30号新宇航空原定下午1点40分 从东京飞回台湾的班机延误了三小时 今天早上在全航班机场的建设上 约11点左右接收到了8014班机 要延误三小时的讯息 所以你大概买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它有发放了1500块的产线 虽然无奈但旅客说至少不用夜宿机场 其实班机延误是因为30号新宇航空JX800班机 从台北飞往东京时 桃园机场起飞前2号引擎发生油压故障 旅客只能在机上等候 原定早上8点半飞 直到11点50分才修复完毕 中午12点14分起飞 延误了三个多小时 受影响旅客共计229名 因为是同一架飞机也连带影响到后续从东京载客返台的这一班JX801 一起延误了三小时 地面上它是没人敢起飞 绝对不能放弃 机物人修好之后 其他的机物头签了名后 拿上来最后我们飞旋要看 我们才签名放心 这要两道手续 另外长容BR106 30号8点10分 从台北飞往福岗的班机 也一度因为异常讯号延误 幸好一个小时后顺利起飞 30号开启跨年元旦廉价第一天 淘机人流量高达12万3000多人次 班机多状况多 就怕行程delay影响到旅游行制 记者送报道